今天繼續跟師兄Johnson哥談談 究竟做保險的不同的經歷 Johnson哥,我們上一集講了一些靈異事件 我知道你做保險這麼多年有很多靈異事件 有沒有另一個個案,你又可以表達到 我們做保險行業,發揮到我們的功能 有的,我或者用這個經歷跟大家分享一下 不過這個案子,本身人客是沒有保險的 就看看過程中,我們作為一個保險從業員 怎樣去幫一個沒有保險的人 而最後就可以成就他日後多點時間去處理自己的事 我記得大概是11年前 有一個人,她是我人客的姐姐 她就很不幸患了乳房的癌症 政府就看了,政府就說要8個月才可以做手術 因為她沒有保險 她沒有辦法可以找到途徑 可以折散金錢來做手術 於是我這個客人就打電話給我 那我就判斷自己做得久 就膽粗粗 就答應了她 好了,你和你姐姐來找我 我帶她去找個醫生 看看可不可以幫到手 當日去到醫生 你醫生看完報告之後 你跟她說 你這個手術一定要全個乳房切 當時她是左邊乳房 全個乳房切 你才有機會補到一條命 不然就不可能 於是我就沒有辦法跟人客說 如果全個乳房切 你的經濟能力可不許可 人客很快都不需要兩秒 立即回答我 我們沒有錢 我也惡然 因為沒有想過她這麼坦白 告訴我她沒有錢 於是我就跟醫生說 我就說 醫生你可不可以幫我少少忙 當給我一個請求 幫這個病人做一個手術 只有這麼便宜 是 看看可不可以幫到手 這個醫生很仗義 我覺得她真的非常之合事作風 她說Johnson 我就收一萬元幫她做這個手術 那好啊 整個左邊乳房切了 於是就用了一萬元的港幣 去做這個手術 但平常在私家醫生 如果做一個國乳房手術 應該要 如果我記得十一年前 沒有七萬也要八萬 是的 起碼 對 只是手術費 沒有計算其他 當然 這個是她的知識 就是 所擁有的 這樣可以幫她省到錢 結果我最記得就是 她進了醫院做這個手術 住了大概十天 出院埋單是四萬八千元 應該給當時的支出 大概省了 七萬至八萬元左右 七萬至八萬元左右 起碼三倍 對 之後她也很幫忙 幫我寫了一張 跟進的文章 給她去QE 政府 跟進 應該都 一路都相開無事 也一路都沒有聯絡她 嗯 只是她的弟弟 羅倫袋會 打電話來跟我聊幾句 我記得應該是在兩三年前的一個晚上 當時應該三點幾 是 我這個朋友 突然間打給我 就是我這個客人 我於是聽電話 我毀了幾次都沒有聲 收了線 我亦都沒有打給她 因為老見 差不多十一點五十七分 快到十二點了 嗯 然後就隨她 翌日的早上 十點幾時 我就打給她 是 我問她昨天你找我什麼事 她說我沒有 我按錯電話 我就很隨口問一下 你姐姐最近身體怎樣 我這個客人就跟我說 為什麼你這樣問 我都很久沒有見你姐姐 所以我都問一下 問一下安 問一下好 於是這個人跟我說 其實我姐姐在我電話 按錯了給你的時候 她就過了身 我當時聽到 我就覺得其實 可能她姐姐想通知我 是呀 我走了 謝謝你 這件事也很奧妙 也不懂得解釋 這件事的起末就是這樣 我覺得有時候我們做保險 不一定只可以幫有保險的人 其實我們的身份 我們的工作 我們的意義 是應該幫所有人 所以不管對方有保險也好 沒有保險也好 我們都要盡量幫她去爭取一些 可以令到她更加保障 更加有好的發展的東西 所以在這件事上面 我覺得我們作為一個保險從業員 我肯定一件事就是 我們將我們的知識或者我們的專業 伸開一點對手 去幫眼前所有的人 其實我相信很多人是得到好處 或者得到一個幫助 是的 如果好像Johnson哥說 因為我們比較接觸多 關於入醫院的事情 或者認識醫生 或者就算在醫院怎樣跟 如果我們真的做到一段時間 其實都會很熟悉 有些事情 會不會可以幫到人家 給他多個建議 給他多個選擇 甚至乎 好像很多時候 我們都有很多人客 就是他的父母是老人家 根本以前不喜歡買保險的 老人家不會有保險 但是他們老人家真的病不舒服的時候 其實可能客人都會打電話來問我們 有沒有什麼醫生可以幫到手 或者怎樣可以寫到 referred letter 令政府快一點可以跟得到 是嗎 其實我每天的Whatsapp都很忙 為什麼這麼忙呢 不只是有保險的人找我 很多人是慕名來找我 問我有沒有醫生介紹 幫不幫到手 我覺得 我應該在印象中 這個收一萬元做乳癌手術的醫生 是我歷史上最便宜的醫生 而且還要做得好 嗯嗯嗯嗯 所以有時候 不要說做我們保險 甚至我經常都 我經常都覺得醫生是很偉大的 你明白嗎 人生人術 而我們做保險 其實我們每天都幫著不同的人 沒錯 不可以說 只是這麼表面看 我們想去賺錢 或者為自己事業 如果我們用心去幫身邊的人 其實我們這個工作 都是有另一面的意義的價值 沒錯 我同意的 下次我們再跟Johnson哥 再談談其他客人的經歷 等大家對保險行業有另一個角度的看法 下次再見 拜拜